三次江城会谈预备会议 今天在南京正式登场了 海基会22人代表团 今天一大早是搭机离开台湾 而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在离台之前发表了简短谈话 但是现场有民进党前议员前来抗议 我们最新现场情形交给记者戴律告诉大家 好的主播 观众在今天上午呢 海基会的董事长江炳坤 是率领海基会的代表团 一行人22人搭乘直航包机要前往南京 由于在出发之前 关于江炳坤倦情的传闻纷纷扰扰 不过就在昨天呢 马总统亲自接见了江炳坤一行人 同时还两度劝慰江炳坤说委屈了 那么江炳坤今天在机场的时候 他表示他此行将会全力地完成任务 不会辜负国人 那么昨天马总统还特别提到海基会 在对话的时候 应该把ECFA的议题来进行对话 并发表一个共同声明 这三下的协议 包括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的辅助 金融合作的协议 定期航班航空协议的补充协议 这三项协议事实上经过 双方的政府主管部门 已经完成文本 江炳坤说三项协议已经完成文本 今天下午提到南京之后 就可以进行预备性磋商 不过我们在机场看到 出现了一个抗议的场面 也就是民进党的前市议员吴宝玉 在机场高喊江炳坤卖台 同时他还拿出布条 遭到远景制止 那么这个也正